回谷仙师 五路财神经 各位维心圣教 维心仙师 请各位维心圣教 维心仙师 请各位维心圣教 维心仙师 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 鬼谷仙师 五路财神经 为什么名为鬼谷仙师 五路财神经 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圣鬼谷仙师 一出天下定太平 真圣鬼谷仙师 就是自己的那一颗心 智慧的心 当你觉悟了 一出天下定太平 你就自己的人生 就会自己成就 庄严的维心净土 那你的人生就太平了 那你的人生就太平了 和智慧 以前几节我们都讲过了 现在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 如何做到我们人人 事业平安 家家呼呼平安 就是要先从祭祀祖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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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於我們中國與大陸本來是一家親 中國與韓國也都是一家親 那麼為什麼日本天皇 會那麼的貪心沒有智慧來打中國 然後自己就被天滅掉了 財典就滅掉了 還好及時反省懺悔投降了 到現在來 有整整的七十年七十一年台灣光復 這都是在起訴我們人類 當我們的貪春痴發動各種戰爭 發動各種不足手段傷害他人的生命 並沒有達到和平的希望和本願 當時日本糊塗 八年打中國 殺死了那麼多人 也都是自己一家人 到最後來差一點被全部滅掉 天誅地滅 還沒參悔 還沒參悔 這怎麼很可憐呢 這都在警告我們所有人類 這樣並沒有代表 你就能佔領到得到多少的錢財 多少的財產 所以王產老祖還是我們要用回古文化 以和平達到和平的方式 才能真正的和平 就是要用愛心 用愛心 智慧 包容 理智 把大愛 吃杯洗手 這樣來相互的對待 才能達到世界的永和平 所以從歷史以來 三千七百六十四大小戰爭 哪一次的戰爭有帶來經濟的繁榮 帶來受惠的繁榮 以暴 只暴 以戰 只戰 並沒有真正達到永遠永遠 和平和平和平的目標 這也在告訴我們人類未來 應該要有宗教家的包容 佛的包容 上帝的包容 聖神的包容 那你本身在任何一個時代 你就能夠自我成就一位財神 即是五路財神 起身後的毛孕 都不會脫 都不會疼 就不會疼 好吧 日本 日本 差一點背面喔 這也是天意 這個天意非常非常的明顯 以後有機會我會過來講解 當時日本為什麼 會被美國兩個原子彈炸 差一點面喔 因為日本違背了徐胡真人 替代天皇的交代 因為日本與中國是同一個祖先的 已經有交代了未來的發達了 不能回去打中國 如果打中國咧 會遭到天誅地滅 結果才一點滅掉 這在告訴我們人類 我們要知恩感恩和報恩 而不是報仇 要報恩 第二 這即是我們做人處事事業成功的不漏法門 可許現在社會上 人類往往都會對提拔你的人 到最後來報復 到最後來報復 各種手段來報復 各種手段來報復 來傷害 不是報恩 而是報復 而不知恩 而是忘恩 和呼籌 做的非常不好的 若是一個人 你要成功 做人的基本條件 一定要知恩感恩報恩 即使提拔你的人 到最后怎么样 那是他的事 第一口的恩 是永远永远的恩 有着释迦牟尼佛出家修行 到最后 才点二十 在半路上 一个牧羊女 是上天派下来的天女 知道她有截难 然后用牧羊女的奶 把她救起来了 所以释迦牟尼 把这条命被 虽然一口奶 救起来了 她就知恩感恩和报恩 将一生的岁月 奉献在 洪华 立生 普渡群生 而开示了八正道 勿了之后 开示八正道 来报答 这位牧羊女 所以汪燦老祖出尊 告诉我们要学习 知恩感恩报恩的人 你还会成功 所以 世间的一切万法 除了在启示我们 我们身为有机会掌道权的人 你一定要以全民的利益为利益 你不要把全民带上乞丐的路径 不要带人民去做乞丐 去当炮灰 这个都是不慈悲 怕的人的错误思想 想要赞认意识到天主帝王总统的位 若是没有大爱的心 慈悲的心的智慧的时候 哪有可能啊 做一件人生的好事呢 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所有的普天下的众生们 眼睛要张亮 要有智慧 无论你要领导人 或是被领导 都要用爱心 慈悲 而人民的 进步 思想的进步 智慧的进步 事业的进步 才是真正的民主的进步 多数我们有空有这个名字 名像 利用这个名像来作为斗争 作为相互 伤害 这种都不够资格来领导人民 所以历史五千年来 发生三千七百六十二次大小战争 中华民族三七六二次大小战争 汪式军民族三十二次大小战争 汪式军民族三十二次大小战争 看一看哪一次的戰爭 都帶給人民幸福 沒有 無論是主戰 備戰的 國度到最後來都非常的稀殘 民不聊生 所以鬼谷先是王產老祖父 開除我們 我們來到世間 任何一個時代 我們的天命 如何將你生生世世 所修來的福報 福分 來分享給你 國度的人民 這才是民主 以民為主 結果 五千年來都搞錯了 都自認自己是人民的為主人 不是人民是我們的主人 才造成那麼多的劫難 我們來世間上不是來當炮灰 也不是來世間造惡業的 這一點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覺醒 若是不覺醒的話 任你當下有什麼權位 什麼權貴 也就虛放 過眼淫淫 三寸七彈 喬走白鯉路徑 耍片你的花樣 到最後來 三寸七段 兩手放下來還是空 也沒有帶走任何你的一片娃 這都是人類應該值得順思 所以過去的三千七百六十次大小戰爭 八百一十六次大小戰爭 這都是在提醒我們如何 來反省懺悔 不要再發生了 如何來做一位 天下昌生的主人 就是要有諸位 要有愛心和慈悲心 所以新鋒 當今的六月 六月十九日 在雲夢山的祈禱 兩岸的和平 到了國立的十一月七日 兩岸的領導者 原來又碰著拳頭 到了握手 這個集市 上天都吃兵 關懷 上天的大神 近日 領導者的 心中都已經天人合一了 都在天人合一了 然後 如何來推動未來的兩岸 不要的和平是永恆的 如果讓這個和平 到達一萬年 就有如我們所說的 無謊萬歲萬萬歲 這樣的話 我們的世間的經濟才會和諧 我們每個人才有成就的一天 在這裡在山的提醒我們所有維新聖教的維新賢士 我們要歷行 九零石油地主 九零石油地主 公業十足 是立先下士 三位老祖宗的何老唯一 就是中華民主 未來 千秋萬世 永遠和平的光明天來 這也是讓我們中華民主 未來千秋萬世 足足墨深 無露多少億 幾10億 的人民 心安 和諧 雖然每個人都是財神的化身 化身以腎生的拉 这集是王产老祖所开示的 北谷仙师五路财神经 那我们要成就这些妙话 除了与中华文化道童 三主文化 相亲相符 养贤续财 礼贤下事之外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一个天心 人人只有一个天心 你的天心 你找到天心就是大爱的时候 你的事业就成就了 我们的社会就和谐了 那时候即是真正的五路财神 东西南北中 生活安定 民生问题 没有问题 人心更是和谐 那才是真正的五路财神的化身 所以五路财神经 这告诉我们如何修 这才能到达 各自成就 成圣 成贤 成佛 最富有的人生的一条路 叫做五路财神经 那么成就五路财神经 你一定要理尽鬼谷先师 你一定要修鬼谷先师的一切万法 中华文化道童 一经风水和宗教 百家思想荣为一如 五路财神经 你才能真正达到 五路财神 吉尊吉火 吉尊吉神 吉胜 上圣心怀呀 祝福各位 谢谢